第23集 天罡北斗 郭靖和杨过二人转了两个弯 前面地势微剑开框 但听得兵刃争争相机为号 松林之中跃出了七名道士 也是各持常见 郭靖见七个人扑出来的阵势 左边四人 右边三人 正是摆得天罡北斗阵阵法 心中一灵 与此阵相斗 倒有些难缠 你的后面大师旁边等我 走得远些 以免我照顾你分心 杨过点点头 不愿在重道士之前示弱 解开裤子 大声说 郭伯伯 我去拉尿 说着转身而奔 到后面大师旁撒尿去了 郭靖暗喜 这孩子聪明伶俐 直追荣二 但愿他走上正路 以生学好 回头瞧着七个道人时 那七个人背向月光 面目不甚看得清楚 但见前面六个人 下巴上都有一丛长须 年纪均已不轻 第七人身材细小 年岁似乎较轻 他心念一度 急早上山 拜见邱真人 说明误会要紧 何必跟这些人下颤 郭靖身形一晃 已经抢到左侧的北极星位 那七个道人 见他一语不发 突然远远奔向左侧 还未明白他的意思呢 那位当天拳的道人 低笑一声 带动六道 向左转江上来 要将郭靖围在中间 那只七人刚一移动 这郭靖置敌击先 他向右踏了两步 仍是站稳了北极星位 天拳道人本打算 由斗饼三人发动策攻 但见郭靖所处方位古怪 三个人常见都攻他不到 反而七个人都是门户洞开 互相不能联防 每个人都抱于他的攻势之下 当下天拳道人左手一挥 带动阵势后转 岂知遥光道人 刚移动脚步 郭靖走前两步 又以站稳的北极星位 带得北斗阵法不妥 七个人仍是处于 难攻难守的尴尬形式 那天罡北斗阵 是全真教中的极上乘功夫 练道炉火纯青之时 七名高手何时 时可说无敌于天下 只是郭靖深知这阵法的奥妙 只消站到了北极星位 便能以主驱奴 治得北斗阵覆手覆脚 施展不得自由 也因那七道练着阵法 未真金属 若是由马玉丘 楚姬等主持阵法 绝不容敌人 轻轻一一 就占了这北极星位 此时八个人连变几次方位 郭靖稳持先手 可是始终不动声色 只是气定神弦的 站住了枢纽要位 为当天书的道人 年长多志 已瞧出了不多 变阵 七道疏得散开 左冲右突 东西狂奔 料想这番捣乱阵法 必能够迷惑敌人的目光 突然之间 七道又已组成了阵势 只是斗饼斗魁 护翼齐位 阵势已经从正西 转到了东南 这阵势一成 天旋御横二道 挺剑上冲 猛见敌人站在斗饼正北 两族不叮不拔 双掌相挫 脸上微露笑容 二道猛的惊绝 我二人若是冲上 开阳天群二位 非受重伤不可 攻不得 快退下 天拳道 又惊又怒 大声的呼哨 带动六道连连变阵 阳过不明其理 但见七个道人 如发疯了一般环绕狂奔 郭靖却只是或东或西或南或北的移动几步 七道始终是不敢向郭靖发出一招半事 他愈看愈觉得有趣 忽见郭靖双掌一拍 得罪 忽然他向左急冲两步 此时北斗阵已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向左急冲 七道若是不跟着向左 人人厚心暴露 无可防御 那是武学中凶险万分之势 当下只得跟着向左 这么一来 七道已陷于不能自拔之境 郭靖快步 则七道跟着快步 他缓步 则七道跟着缓步 那年轻倒是内力最浅 被郭靖带着急转了十多个圈子 已感到头脑发晕 呼吸不畅 转眼就要摔倒 只是心知北斗阵 倘若少了一个人 全阵历时溃灭 只得咬紧了牙关 勉力支撑着 郭靖年纪虽然不轻 但自协黄荣归隐桃花岛之后 甚少与外界交往 不妥往日少年人性子 见七道奔得有趣 不由得同心大起 近日无缘无故的 受你们一顿臭骂 不是叫我银贼 便是咒我会使妖法 若不真的献些妖法 给你们瞧瞧 岂非妄自受辱 郭儿 瞧我使妖法了 郭靖忽然纵身跃上了高岩 那七个道士 此时全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既跃上高岩 若不跟着跃上 那北斗阵弱点就全然暴露了 有庶人上次迟疑呢 那天拳道 气急败坏的大声发令 就抢着将全阵带上高岩 七道立足未定 郭靖啊 又是纵身窜上了一株松鼠 他虽然与众道相离 但不远不近 仍是站定了北极星位 那只是居高临下 攻侠底细更是方便 我只从何处钻出这个大魔头来 我全阵叫今日 当真是颜面扫地了 七道暗暗叫苦啊 脚下却半点停留不得 各找树干上立足之处 跃了上去 哈哈下来吧 郭靖纵身下树 伸手向那位仗开扬的 道士的族上抓去 那北斗阵法最厉害之处 乃是左右呼应 互为之源 郭靖既攻开扬 那遥光和玉衡 就不得不月落树下相助 而这二道一下来 天书天拳二道 又须跟下 请客之间全阵 进阶前动 杨过在一旁 瞧得是心窑神池 惊喜不已 将来若有一日 我能学到郭伯伯的本事 纵然一失受苦 一失心肝 但我这是 哪里还能学到他的本事 只有郭夫那丫头 还有五十兄弟 才有这等福气 郭伯伯明知道 全真派武功远不及他 却送我来这儿 跟这些抽道士学武艺 杨过越想越是烦恼 几乎要哭僵出来 当即转过了头 不去瞧郭敬 逗那七道维系 只是他小孩心性 如何忍耐得了啊 只转头片刻 又禁不住回头观战了 到了此刻 他们总该相信 我是郭敬了 做事不可泰国 虚妄邱真人脸上不好看 见七道转得正极 郭敬突然站定 拱手说道 七位道兄 在下多有得罪 请引路吧 那天拳道性子暴躁 见对方武功高强 精通北斗阵法 更认定他对本教 不怀好意 朗生喝道 银贼 你处心积虑地钻研 本教阵法 用心当真阴毒 你们要在钟南山 干这等无耻勾当 我全真教 极恶如仇 绝不能坐视不理 什么无耻勾当 瞧你这身武功 该非自甘下流之北 拼他好意相劝 你快快下山去吧 在下自南方千里北来 有事拜见邱真人 怎能不见他老人家一面 就此下山 你定要求见邱真人 到底是何用意呀 在下自幼受马真人 邱真人大恩 十余年不见 心中好生记挂 此番前来 另行有事相求 天拳道一听之下 敌意更增 脸上便似照上了一阵乌云 原来江湖上与恩仇二字 看得最重 有时结下身仇 说到前来报恩 其实乃是报仇 就比如说到 在下二十年前 城阁下砍了一条臂膀 此恩此德 岂敢一日祸望 今日特来仇达大恩 而所谓有事相求 往往也是不怀好意 就比如 强人结标 通常便说 兄弟们短了一时 相求老兄帮助 借几万两银子实实 此时全真教大敌当前 那天拳道有了成见 郭靖好好的一番言语 他呢 反而是当作了凡语 冷冷的说道 只怕必是豫阳真人 别于阁下有恩吧 郭靖听了此言 当时就想起了 少年时在赵王府之事 豫阳子王处一 不顾危险 力敌群邪 舍命相救 实是恩德非浅 当下 郭靖诚恳说道 啊 原来道兄是豫阳真人门下 王真人 却于在下有莫大恩惠 若是也在山上 当真再好不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